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任何人爱我到底是已经快乐 还是已经这么甜蜜苦涩 为何一定要我 要我这个选择 永远都是你的 是来帮我 亲爱的你别急着躲 也别捂住你耳朵 爱不是痛了分糖果 伸出手然后拍拍坐 混着呢干净的漩涡 让我收拾的无穷 我期望朋友怎么做 他为什么那个都不错 逃避的歌迷 你爱的还希望 为什么爱情 总会让人迷惑 任何人来爱我 到底是你真快乐 还是你真折磨 甜蜜又不错啊 为何一定要我 为何一定要我 让我做你的选择 永远都是你和谁来帮我 Lalal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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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啦啦啦啦啦 臣以为此等小事 就不必让皇上费心了 小事 那在文丞相眼里 什么才是大事啊 皇上 正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够了文丞相 百姓离乡背井 哪来的家又怎么齐啊 平民流离失所 这国怎么叫治啊 天子脚下还有难民在哀嚎呢 这天下又怎么平呢 皇上 您言重吧 文丞相 是你言轻了 圣人早就说过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啊 这民才是天下的根本 民心都没了 天下就危了 君王是船 百姓是船下的水 这水啊 虽然能让船浮起来 可涌起的波涛 也足以把船给打翻呢 皇上 这难民的问题 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文丞相 臣知错了 皇上目光深远 臣万万不及 那这难民的是 皇上 臣马上用心处理 请皇上放心 行 那朕就等着瞧 这位倾家 你们知道皇上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闭塞试听啊 为什么要你们上朝 就是要把你们的所见所闻 都告诉朕来 丞相虽是百官之手 可未必事事都判断的 恰如其分 这次难民的问题 丞相就是判断有误 所以大家以后 不必什么事 都要经过丞相的点头 才能告诉朕 都明白了吗 遵旨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捅刀子 梅儿 你知道这个人 他是谁吗 司徒清云 他昨天来见皇上 还说文武百官 都在见您的脸色行事呢 司徒清云 他真是太卑鄙了 我一直认为 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爹 这年头没人可信的 是啊 梅儿 你的宫中还好吗 嗯 说不准 皇上有时候带我不错 有时却故意躲避我 皇上 还是头一次在大殿上 让我下不来台 我看 他好像有些顾忌 咱们父女俩 梅儿 你在宫中 可要小心应付啊 嗯 爹你放心 有姑妈照着呢 哼 等你什么时候当上皇后 你爹的心 才能放得下呀 表哥确实不觉得 我这表妹是却是美 可是暂时在宫中 还没有人可以和我相比呀 爹你不用担心 只要逼表哥马上立后 那我很快就可以当皇后了 这事 我跟你姑妈 还得好好商量商量 嗯 爹 那这难民的事 你要怎么处理呀 难民的事 哼 太简单 我已经下令九城兵马司 把那些难民 统统都给我赶出城去 狗中 多叔 走 小二 小二 大했어 走 小竟 再走 老马 别 움직了 大 快去 快去 老马 狗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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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些当官的在想些什么 一下子把那名都赶出城来了 你看 我们也得多重背心 我已经又盯了两枪米 应急应该没问题 可是你看 这么多的人都被赶出城了 晚上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了 老人孩子怎么受得了 那要不 我看这样啊 我们再顾些人晚上也是粥 这样有热粥呢 人也能抵挡住寒气嘛 是不是 这粥能喝一宿吗 那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看 怎么着也得有个避风的地方啊 我决定了 给难民们盖房子 盖房子 好 怎么样梁兄 这儿的风景不错吧 不错不错 不光是风景好 这儿的风水也是极佳呀 我一直想在这儿 把这块地给占了 给自己盖个大宅子 省得我爹老管着我 不是 你是丞相的独生子啊 丞相舍得你出来住吗 爹要管的事情多了 他管不了我 不过现在好了 爹了了一个心愿 不过 还是要谢谢梁兄你 慷慨相赠 一张小银票 只是见面礼 合足挂齿啊 对了 你我兄弟二人以后 可要多清静 多总动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家是 什么都缺 可就是不缺 金银财宝 人家可都跟我说了 齐国侯富可敌国 这回我可相信了啊 哪里哪里 我跟你说要问他 这个有钱不叫富 有朋友才叫富 我觉得 有你这样的朋友 我非常的有面子 哎呀 郡主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这个人 什么都不行 唯独一样东西 就是讲义气 以后你在京城里 出了点什么事 说一声 天塌下来 我也撑着你 啊 文铜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是谁啊 当今丞相的公子 皇太后的亲侄子 再加上 住在风水 这么好的地方 京城里 你可算是头一号人物啊 好 那我先谢谢你的吉言了 哎 我这就回去 操办一切 过两天 我们就动工 好 对我请客 走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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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小龙虾 这个地方是连神仙都要抢着住的地方 更何况是那些哭哭啼啼啼的难民呢 哎 真是个好地方啊 嗯 有了水就有了灵气 嗯 在这里盖上几间茅屋 简直是世外桃源 哎 这块地有主吗 怎么会没有主呢 我万人敌就是这里的君王 好了 小龙虾 这里的一切我赐给你了 好 我是应该给你鞭子了 好让你把那些老弱病养赶到这儿来享受人间轻福了 嗯 嗯 好 就是这里我们行动吧 好啊 只要你那兜里的钱够充足 的话 这里马上就可以变成难民的天堂 这个我那个这个钱 皇上文丞相让九城兵瓦斯 把城里所有的难民统统驱逐到城外 现在难民啊各个怨声载道 你看看朕的丞相都在做些什么 好啊 一年了之 简单干净 他还有没有做其他事帮助难民呢 没有 那让那些难民怎么活呀 您的异地小龙虾 他扮的周鹏 又欣添了几口大锅 你看 这大丞相还不如个市井混混 这个小龙虾表面上虽爱胡闹 可心里却十分的善良 有这个兄弟这是朕的福分的 是啊 我一见他也觉得心里头痛快 这个人一向是率性而为 所以他活得有滋有味 是啊 朕也总想和他在一起 有趣还很充实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吗 齐国侯昨天突然来到京城 哦 他来做什么 现在还不清楚 他带来几车东西 肯定有宝物 其中两辆车 车折印很深 可是现在已经有流通的银票了 齐国侯应该不会随身携带大量的黄金白银吧 那你怀疑是什么 卑职不敢说 如果有人可以看一眼就好了 知道他带的是什么东西 朕也好猜测他大概的目的 这个齐国侯是朕最担忧的藩王了 可是齐国侯的东西谁敢看呢 正是 虽然朕是皇帝 可拿他也没办法 你派几个干练的手下去盯着他吧 好 今天朕还约了白玉和小龙虾呢 您赶快办完立刻出宫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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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拿一条 好 过来拿被褥了 来来来 被褥 来来 不要急 来不要急 每个人都有 好 不要多拿 多拿了不好 大家都没得睡了 难民真的是太多了 父女孩子老人 有的都生了病 这样的房子 折风避雨还过得去 可余涵就差了 三弟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也同情这些难民 可是我只是心里想想 顶多在街上施舍几个小钱 而你不只是心里同情 你是尽全力来帮助他们 大哥 我花的可都是你的钱啊 我不过是跑跑腿 张露几声 其实最解决问题的 还是你拿珠宝换成了银子 不止啊 更重要的还是你这颗善心 跟你相比 二哥都觉得惭愧 别这么说 咱仨是兄弟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就想 这里也有我两位结义哥哥的份啊 如果老天要激功的话 咱们三个都有份的 那就谢谢三弟了 可是要救出这么多难民 名字够用吗 白老大 我先前没有跟你说实话 其实你那些珠宝都非常值钱 我原来没有卖掉多少 现在派上大用场了 小龙虾 你活得真精彩 你的作为啊 我敢说 连当今的皇上都觉得很惭愧 可是我真的想不明白 朝廷怎么会这样对待难民呢 那是因为朝廷中有个文大丞相啊 我可真没想到 这个平时道貌安然的司徒清云 他竟敢在我背后捅刀子 哼 这个老家伙 绝对不能轻饶他 爹 以后我带个机会 狠狠地整他一下 这件事爹心里有数 他敢跟我捂刀弄枪的 难道我就不会使刀子吗 哼 不过我最喜欢用的是软刀子 哼哼 爹 朝廷上就司徒清云能给您分庭抗礼 只要您能把他摆平 就没有人敢不服您了 这事只能记得心里面 问他你最近在干什么 爹 我最近认识了个新朋友 这几天总跟他在一块 什么人呢 齐国侯的儿子梁君卓 他是个慷慨仗义的人 齐国侯世大才厚雄霸一方 他的儿子 也不会是个等先之辈 跟这样的人来往 指 不但是这样 他也跟我说 想来咱们家拜访您呢 哦 好啊 欢迎 你去告诉他 我文家的大门 随时向他敞开 嬴老二 你瞧瞧人家白老大 你看这么大场面 马上就善心大发 又回家取银票去了 你呢 铁公鸡一毛不拔 我看白老大身上毛多的事 你就可着他一个人身上拔算了 我只是个空架子 吃饭的人多 伸手药群的人也不少 我日子过得紧着呢 你推的可倒干净 我跟你说实话 我家日子过得都精打细算的 专门有一个管事的管账管银子 随便花一个大脚都不行 我看你就是铁石心肠 自己吃饱了肚子 就不管奈民饿不饿了 要知道你这么吝啬又没善心 真不敢和你结拜 小龙巷 我人虽然没什么钱 可只要你需要 我一定可以做你的帮手的 你看这里哪个人缺手 我要用手几千只都有 现在缺的最重要的就是银子 你刚刚不是还说 那白老大的珠宝值大银子了吗 我那是不好意思再向人张嘴了 珠宝卖的钱是多 可这难民也太多了 全部从城里出来了 我选了好几个地方盖房子 那银子就像流水似的往外出 有些病人呢 还得看病吃药 这人穷病也多 药店可就赚肥了 死扛了也不肯给你降价 再说了 那粥不能是一两天就完了吧 唉 总得让他们度过这一段最难过的日子 我买的米啊都可以堆成山了 可这难民的肚子还是刚喝完粥又饿了 唉 而这米价呢 我这一买多啊 烟瞅着就往上踹 整个跟我小龙虾过不去似的 嗯 这么说 也是银子不够用了 没管事不知道 这一照顾人啊 才知道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你说 现在谁家有我这家的 小龙虾的招牌在那挂的呢 难民都当我是亲人 这事我能不管吗 唉 可动一动就花银子 白老大的珠宝 我已经花得七七八八了 这么做吃山空是不是办法 这本来应该是朝廷做的事 委屈你了小龙虾 唉 哪儿委屈了 我帮人救人心里舒他们 再苦再累我也愿意 可是就是不知道还能帮他们多久 那你怎么没想点其他来钱的道啊 怎么没想啊 我也找过很多有钱的人 唉 可这人哪 啊 越是有钱 心肠就越硬 都好像你一样 铁公鸡 一毛都不肯拔 别对啊 再也没有人像白老大那样 带了一大堆珠宝让你抢了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 有一条路 就是挺危险的 又是打劫的活儿 肯定是不易之财 说实在的 真要是结了的话 我心里一点都不会不安 就是太危险 你还会怕危险啊 啊 这个对象太不一般了 听说是最有心眼的 谁啊 万人迪的准确消息 齐国猴带了好几车的宝贝来京 藏宝的地点都知道了 听万人迪说啊 到手很容易 那地方四面透风 可我知道齐国猴做事一向谨慎 打他的主意 那脑袋就得别在裤腰带上 那你打他放弃了 本来我死活不让万人迪打那主意 可现在缺银子 我的心又活了 这圣人还有失误呢 更何况是齐国猴呢 没准真像万人迪说的 那珠宝轻易就能到手 怎么了 我是在想啊 那齐国猴啊 连放赌的事情都敢干 他的钱肯定是不易之财 应该干一下 你觉得行吗 当然行 万人迪是老江湖了 他说行准行 这万人迪说话 你得在好几里外去听 他越是说没事 我就越不放心 小龙虾 可你有了这些珠宝 那些难民就会彻底得救了 那你敢帮我吗 当然了 我是你二哥 这几天我不是拼了命的帮你打架 行 你果然是混混的料 小龙虾呀 虎天之下 就只有你敢把我当混混 那就这么定了 就今天晚上 一会儿咱们再跟万人迪商量个好计划 皇上 您不会真的怂恿小龙虾他们 去偷齐国猴的东西吧 朕不光是怂恿 朕还答应自己去参加呢 皇上 您是皇上啊 您不能真把自己当小混混啊 这昔日孟长军用鸡鸣狗盗之辈 成为美坛 那朕为什么就不能用混混呢 不过朕对齐国猴带了什么好东西进京 也感到十分好奇 明着不好查 让混混去闹一下 倒也是个好办法 而且那个小龙虾极为聪明 说不定真能查出什么来 哦 皇上真会殷实力的啊 皇上 那您看小龙虾他们 有没有把握 这个很难说呀 那齐国猴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那小龙虾 失守的可能性还蛮大的 那 所以朕答应去参加 只是框他们的 框他们 朕不只要框他们 朕还要出卖他们 啊 哎呀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乌鸦都生了好几窝的 林老二呢 哎呀我跟你讲 乌鸦都来回好几趟了 就是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啊 这家伙 关键时刻就缩头乌龟 真是小白脸靠不住 哎呀我跟你讲 像这年月像我们这么忠诚勇敢的好汉 已经不多了 我跟你说真格的 像我们这行呢 精英老道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对 如果我们不是英雄好汉 怎么敢打齐国猴的主意啊 好了算了 不等英老二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 咱们现在自己干 万人迪 你们三个从南面进 我和阿联走东面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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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啊 万人迪他们干这事是老黄家 让他们进去就行了 咱们在外面把风 好啊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还可以跑 万人迪要是被逮住了 关他个十年八年 也许还能帮助他减肥呢 你干什么你 你急着去赶集啊 好嘞 就在这儿了 开工 你们两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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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上面呢 叫我这么大声 我在下面都没有叫 呃 嘘 小声一点 小心被奇怪后听见 起噶 怕来 在上面干什么喊不下来 小龙虾他们哪 盖这活我们才是老手 小龙虾连做我们徒弟的资格都没有 干嘛提他 不行 你先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走走走 快去拿鸡 这什么鬼东西 看另外一枪 这什么炸药 这两个老头肠要干什么 看谁啊 他只在这些东西也太没笔位了吧 看看没的 走 这才是我们要的 起锅后够朋友啊 知道我万人的药是吗 好我们也够一次 我们 把这些活药跟刀枪全部留给他们 谢谢我们偷偷要了 我们放了 哎呀这个臭龙虾肯定后悔没有跟过来呀 哎呀等到我们分银子的时候我要他跪着喊我十生干爹 什么人 哇你们可来了 哇你们还照顾敏蝶呀 你们几个笨贼连齐国猴的东西也敢碰 童童给我拿上 是 赶索给我推吧 上开 你们谁敢过来 大家就同归于尽 你 你讲的话你不要当真哦 我可想生小孩的啊 我刚刚跟他讲的意思是 这些炸药 可以诈拼一座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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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 哇好帅啊 走走 让开我走 开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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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部办案 这里是齐国侯的私人库房 犯的也是齐国侯的人 不要听他瞎说 是我们 抓我们 拿下 慢着 我不管这是谁的库房 只要发生了结案 就会刑部管辖 带走 其他的 进去分糟 你们来分什么糟 刑部没有糟物如何查案 里面的东西全部带走 作为查案之据 什么 东西都抄进刑部了 我们抬出齐国侯的名号 可刑部的人根本不买账 这这 混蛋 盯着 赶快派人到刑部盯着 滚哪 是 这下麻烦可大了 爹 那些金银财宝 可是价值不菲啊 金银倒是小事 那火药兵器 要是被他们查出来 皇上一旦追究起来 我们父子俩免不了一番折腾啊 这刑部的人 您还没收买下来啊 用来收买的银子啊 被刑部搬进他们库房了 我两手空空 打什么收买啊 真可恶 哪儿冒出来这么一群谋贼啊 捅这么大个娄子 请绝 辛苦啦 喔 不要悲观 做万人的兄弟是不能有悲观的权利的 活着就有希望 活着就有幸运 对 我们不是有援兵的吗 小龙虾那个兄弟 姓尹的兄弟不是要救我们吗 你们别再提那个胆小没用 又不讲义气的那个家伙了 史前猛拍胸腹 一转身呢 就跑到乌龟壳里面去了 对啊 这样的一个小白脸就会吹牛 连鱼王都能被他吹胀起来 一头驴也比他有姓意 一条蚯蚓也会比他有骨气 他是懦夫 他是叛徒 他是我的偶像 世上 竟然还要比我更无耻 我难道不能崇拜他吗 你们别再说了 现在的重点是 我们要先想办法从这里逃出去啊 哎呀 小龙虾 一点都不糊涂啊 一针剑血 就点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啊 难道你有办法 我是谁 万人敌 万人敌的深谋远律 无人能喜啊 我每前进一步 就会想到后退的一百八十条腿 你能不能让那条牛休息休息 别再让他吹了行不行啊 要吹破的 啊 嘿嘿嘿 哎呀 哎呀 重点就在你身上 我 你不是认识那个司徒大将军吗 嗯 那你就写封信 买通御族送出去 嗯 可是我担心司徒大将军 根本不会管这么小的事情啊 啊 我们五条人命是小事 他女儿嫁给梁君卓是大事 那当初要不是我想的主意啊 他女儿早就嫁到梁府 天天被熟历 夜被缠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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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 你别说了 让我写行了吧 问题是 买通御族的钱 由谁来出呢 有谁出门打劫身上还带着银子的 把虎 搅出来 嗯 搅出来 哼 这个就是救命的关键 御族 御族哥哥 恶心 救命 这哪来的东西 死牢里面的兄弟 连夜送过来的 说是咱们家亲戚蒙难 给锁进牢里了 哪来的什么蒙难的亲戚 一定是进而又闯祸了 啊 那要不要叫夫人和少爷起来 一起商量 先问着 免得夫人担心 我去刑部探探情况 是 皇上 夜已经很深了 先休息吧 不用 朕 等不及要听好消息 万岁 起走万岁爷 刑部侍郎觐见 快训 是 皇上 免礼了 快告诉朕 结果如何 一切遵照皇上的旨意 已把事情办妥 这是从齐国侯库房内 搜查到的物件清策 请皇上预览 那捕获的五名人犯呢 人犯 现在还锁在狱中呢 哦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呀 呃 就说他们畏罪自杀 死在狱中 他们的尸首 已经焚毁了 这样处置很好 那此案就算结了 趁着天黑 把他们都给放了 臣 遵旨 那个齐国侯 应该找过你吧 是啊 那你怎么应付他的 臣 避而不见 只是 叫他们传话 说是 案子 上头还有主意 请他们稍安勿躁 上头 你的上头 不就是说朕吗 还有个文丞相 好个上头 这不就是 推给文丞相了吗 让他们自相残杀去 启禀皇上 今晚到刑部 关注此案的人 不只是齐国侯 还有大将军 司徒清云 司徒清云 他跟此案有什么关系 他说他的一个远房 亲戚犯了案 被收押了 是哪一个 好像是 人犯当中一个叫 小龙虾的 小龙虾 这小龙虾 是司徒府的亲戚 你干什么啊 我 干嘛 开了带也要等五十三刻啊 你半夜吵什么着 十全还没有到呢 放你们出去还不够 快滚 放 我们真的可以走了 你没搞错 有贵人帮你们呢 出去之后 可千万别提这事啊 火药 兵器 还有这许多钱财 这齐国好敢大张齐国的 把这些弄进京来 看来 真是没把朕放在银里了 多亏皇上机智 先用偷龙转凤 再是金蝉脱鞘 这齐国好 他怎么栽的 到最后都没弄清楚 最后的这招敲山震虎 才是朕的重头戏呢 皇上驾到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这侯爷远到来京路上辛苦了 谢皇上关心 这侯爷一路上 明罗开道 仪仗连绵的 朕想不关心都难的 当然了 侯爷乃国之重臣 理当树立威风嘛 不过这一招摇 却引起了萧萧的觊觎了 请募 臣在 朕听闻昨夜齐国侯的宝藏 被萧萧给光顾了 京城之安这么差 你该当何罪啊 臣该死 臣该死 不过 事情也不能怪你了 毕竟大多数维护之安的兵力 都给丞相终调 用去驱赶难民了 平身吧 谢皇上 话说回来啊 幸好这些物件 很快就全数追回了 否则 还真是朝廷的一大损失呢 朝廷损失啊 这皇上这 怎么了 这些追回的物件 不是用来捐献给朝廷的吗 这 不会吧 这王侯入金 随便携带大批的兵器火药等军用品 如果不收回朝廷 会让人生疑啊 难道军师应了市井谣言 说齐国侯在朝廷内 取一要许多朝臣来作为掩护 职责见机行事 计划举施谋反啊 那些兵器 就是用来准备点拨的 不不不 市井谣言 请皇上切勿相信啊 那 这个兵器火药 是微臣准备捐献朝廷 振兴国力之用啊 那要多谢侯爷的美意了 兵部 臣在 派人前往刑部领取 冲入国库备营 臣领取 这皇上 微臣放在刑部的不但是冰器火药 还有 侯爷啊 你不提 这还真给忽略了 还有几个大箱子 你们装满了金银珠宝是吧 是 侯爷善心 真要替难民谢谢侯爷了 啊 怎么了 那些钱不是侯爷用来捐给难民做祭出之用的吗 不 不是 那难道是侯爷用来打点官员 计划在京城里增设赌场分号的费用啊 那用不完的还要再拿去买兵器啊 不不不不 皇上多虑了 好 那侯爷就直说了吧 那些钱你是要用来 啊 这 钱 钱本来也是想捐给朝廷 朕计灾民啊 啊 行行行 货不 臣在 同样派人到刑部去 把那些钱呢 冲入国库啊 臣领取 嗯 这七国侯啊 忠心仁义 忧国忧民 诸位大臣 跟朕一起至上感谢吧 啊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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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文丞相 臣在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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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啊 总之呢 这些事 你办得挺好 你的功劳 朕记得心里了 啊 啊 啊 这 啊 那众卿若无要事起纵 今天就退朝吧 啊 恭送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哎 哎 哎 爹 您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啊 哎 哎 你爹长这么大岁数 从来没受过这窝囊气 爹 皇上他不肯把东西还给我们 那些东西都归了刑部 就连那些金银珠宝都冲了国库了 什么 你说这跟耍无赖有什么区别 他要真耍起来 我倒不怕他硬碰硬 坏就坏在他动了心机 打你嘴巴子 还不忘面带笑容 满场的文武官员的心都让他收了 你爹来一点施展的空间都没有 你知道不 爹 我看你这次是错估了形式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 侯爷 侯爷 好你个文丞相 你还敬那坑我 侯爷 他这个 你这是误会啊你 我误会 我虽然年纪大了 这双眼睛还是明亮的很 打电商 你跟皇上眉了眼去呢 因为我没看见啊 侯爷 你是说的哪跟哪啊 你是在冤枉我你知道吗 你还敢喊冤枉 我静静带着那几车东西和金银财宝 是谁泄露的消息 怎么那么巧 头一晚上就来了窃贼啊 这 就我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啊 要说那五名窃贼 畏罪自杀在牢里 我压根就不信 这事 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啊 你就别装傻了 头一晚上出事 我就上刑部去查问了 刑部回话说 上面插手了 这刑部的上头 不就是你啊 哎呦 可我的上头 它还有上头 你这想推个一五二六啊 是谁说的 朝廷里能呼风唤雨的 那不就是你嘛 你我二人都让人给耍了 你想想看 敢耍我们俩的人 会是谁啊 你说 这皇上是盯上我们了 他是在用心做一个好皇上 我们以前都低估他了 这一想到那两个老家伙在殿上的表情 朕就觉得好开心呢 皇上这一记闷棍 可把他们给打懵了 他们这回啊 莫名其妙的 先立了间大功 朕何尝不想和大臣们 赤城以待 肝胆相对呢 不过朕如果不处处小心一点 只怕随时可能中计啊 今天心情不错 不如咱们出宫去找哥们讲和吧 顺便把战利品也带上 战利品 什么战利品啊 我已经通知户部 给我留了一箱钱银了 这小龙虾他们辛苦了一个晚上 还差点丢了净利 总要 留点成就感给他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ств出品主任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绝顶 是你的男子 我很肯定又很堅持 爱你是需要特别的方式 哪怕要和世界对峙 但总有一天你会是我的 不管我这到底过去的 你一直逃避我却从不会放弃 心疼你为爱受的没分折磨 只是有一天你会是我的 不管对手到底有几个 你能自由来回去 我走着你在原地 嗨 你 不是吗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